半投資新手,她叫做Nana 她就說想請教你 她說941現價買就是等收息的 策略應該怎樣做呢? 買吧,你失去我,941 沒有的,那你就買下去吧 買得,就是你,又是那樣東西了 你買得941,真的不要問我究竟 為什麼,跌了,因為有朋友真的 可能545元又是同一個問題 現在買收息行不行? 我說行,那你七里幾息 接著最近跌到來512元,開始動搖了 哎呀,跌了幾元,怎麼辦? 那就是這樣的,你買收息股 不代表一定不跌的,它可以跌的 變成你的策略上面可能要動態一點 我在941的策略都多元化的 我形容自己,就是有證股 又會做期權,sort pull,sort call 盡量拉低成本 那如果你說我不懂期權的 我只是買的,那我想你分住買 就是941,你預計了,因為近日 就是人民幣彈回來的時候,就好一點 近日,但是你都會預計了 它可能有些波動出現 還有,我又覺得近日941會強的 因為它5月25號除靜 那我想短線來計,都有些盤會買一下 所以我想這一個多星期 應該不會怎樣撒下去的 但是之後就不知道了 所以我覺得你先買了,然後可能有機會的 5萬元以下再買,因為它除淨之後就四十幾元了 那你看有沒有機會再慢慢吸納 分住買吧 好啊,其實我問了它問題的上半部 你先聽下半部 好啊 另外它都是AIM收息的 另外它有心水就是港燈2638 還有你愛股623,即是電訊 它說是否都值得儲貨作為長線收息的好選擇呢 那它就說它每個月大概可以動用2萬元 做這個股票的買賣 那它就請問你可以怎樣分配 很開心啊 每個月有2萬元可以分配 好,我們2萬元之前 我們聽聽你怎樣分析那3隻 2萬元花了幾個月了 吃飯 我覺得你可以分住 而且真的是平均分 即是這3隻你都覺得 是的,我覺得可以的 我想最重要是什麼呢 就是你看回港燈好 或者623也好 那些圖是舒服的 不會說大起大落 甚至至起碼不會大落先 即使打橫行 即是經常都說的 收息股最重要是股價要平穩 如果你不平穩的話 你會坐不安、吃不下 還有你說如果計算股息率的 那我想623就更高 有6厘多 你說港燈就4厘多 當然港燈的好處就是 它有利潤的保證 那變成它的優勢會大些 所以那個息率就會相對低些 那既然有2萬元的 那五千買這裏、五千買那裏 那五千買那裏 留下五千元短炒 那便最好了 分配 即是你覺得是平均分配 平均分配 這三隻就沒有什麼特別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覺得如果你說到那個 始終我歧視港燈 我覺得它的息率 三隻來說又比較低 是低的 但如果你說我每個月都有 這個現金流去買的話 你分住買就無妨 因為說真的 你又不會說一定 說真的 港燈現在去到7.70多 是否一定見頂 未必交 可能它會再上也不頂 所以你既然每個月都會買的時候 你便平均買 高位的時候便買少了 可能你五千元便買少些 可能跌下來的時候 你五千元便會買多些 是的 我想你保持這個動作去做 就非常之好 好啊 那就希望 Nana你覺得這個建議有我 很羨慕 每個月有兩萬元去炒股票 是啊 其實 都不容易 現在 因為 香港人的人工都不低 但是香港人的開支又真的很高 是啊 有時候是這樣的 是嗎 找到便要花 不是的 享受生活都要的 高樓坐車都很貴 我真的覺得 是啊 坐車都很貴 是啊 好 繼續 我們聊得很開心 好 我們回答一下Havier的問題 他說早安 唐牛 唐牛你回應一下 早安 他說不明白為什麼八號仔 除淨了還會繼續炒上 是不是有動作 應不應該加住 他四元有貨的 我先保持住 我離身 我除淨前那天是沽了 是 然後除淨後 他跌下來我又買回一半 我都買不完 今天真的破頂 真的不明白 我以為他會靜一靜 不過 說真的 八號仔都說了很多次 他除了高息之外 大家真的看著MIRROR ERROR COLAR 那些真是強的 還有他最新都 成立了一間公司 就是那個 Marketville 是不是 我不知道怎麼讀的 你擺明就要做大做強 是 衝出香港 對 你有股仔 我想最重要是 有股仔之餘 有百利其食 那些錢就會買 所以 對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走到 如果你說四元有貨 就想加住 我想你可以先等一下 因為始終 你四元有貨 你可以 因為他偶爾都會試一試下來 你看看有沒有機會 排好那些盤 排好那些盤 你說四個二 排好那些盤 有機會收下來的時候 那你就可以收到便宜貨 對 對 就是你覺得長遠你還是繼續看好的 對 暫時還可以 看到這條數 喂 他都… Richard也出來說 是 我們覺得MIRROR也收成期了 是 還有繼續做到這一檔的生意 你 周圍也是 真的周圍也是 是 你便知道他有多好運 是 是啊 是 好